那真正實際實做的時候呢 這些東西都在作業系統裡面 你要把這兩個類的東西混在一起 用一個程式來做OK 就是你看你這個應用 你要提供給應用程式 提供給上面程式什麼樣的 一個介面 你自己要怎麼樣來實做這些東西 都是你這個設計者 或者你自己來做 我要做這個系統我要做這個產品的時候呢 你要怎麼做 或者你要用別人的東西來做 這個都是開放的 但是我們在學習的時候呢 學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把分類學是比較方便的 面對這個complicity 那 那我們就Internet的角度來看呢 Application layer 就是FTP Mail的話SMTP 當然還不只這個啦 Mail裡面有很多對不對 Mail裡面的這個protocol也有很多 然後這個HEP等等 Transport layer Transport layer就是host to host的data transfer 也就是說Transport layer就是我們剛剛 談到Network Edge裡面 我們看的是什麼 看的是Edge 網路邊緣到另外一個網路邊緣的這個protocol 這就是Transport layer的protocol 那可能問題是網路邊緣到網路邊緣 下面的那個很複雜的環境怎麼辦呢 那就是Network layer Transport layer就是TCP跟UDP 我看的只是邊緣 這樣我們談到TCPUDP的時候 你就會更清楚一點 那到Network layer呢 Network layer就要考慮到 就真的是Network Core 就是整個Network裡的這個連結怎麼連結的 那 那時候我們要考慮到 在網際網路的這一系列裡面 看到的比較重要就是IP protocol 還有很多Routing protocol Routing protocol Routing protocol有很多的 當然我們這個不可能在我們這裡來談 但是Routing protocol都很有趣 那很多都是Graph的這個演算碼裡面在延伸出來 但是 演算碼本身老實說都不困難 當時你要了解它的那個設計的理念 那你就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子 在小的Router範圍 大的Router範圍 它的機制是架構是怎麼樣架的 然後呢 它中間怎麼樣傳遞 那那個就稍微複雜一點 演算碼本身其實都還蠻簡單的 那 那這個 那這個 那這個Network layer 那Link layer Link layer的話 我們現在主要就是Ethernet跟Wi-Fi 我們現在同學 我們在網路上面主要用的是Internet Wi-Fi 但是無線當然很多同學有用到3G這些 那那些都是Link layer的東西 那Physical layer就是bit on the wild 就是這個 那這個圖我向來是認為 你要有網路觀念的話 是最重要的一個圖 那 那這個 我們從 從一個端點 好 不管你的應用 不管是要做FTP 或是一個Web的Access 你一個端點上面的這個設備 分成我們說7Lail 或是在Internet上面 我們再分成5個Lail 或4個Lail都可以 另外那個台積器呢 不管是手機 或是一個烤麵包機 我們剛剛看到的 它同樣的 或是一個監控的 那它也分成5個Lail 4個Lail 等等不管幾個Lail 中間的網路設備呢 分的Lail就不一定了 網路設備 像這個Switch 我們通常都說 2ndLail Switch 那Router是3Lail的Router 就是說網路上面 如果是7Lail裡面看呢 Router就是3Lail 第三層 Switch是到第二層 是Link Lail的Switch 當然我們先 在真正的產品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這個變化 我們剛剛一開始前面 談到那些標準 然後面對複雜度的時候 有一個部分我沒有 我沒有談到的 就是產品的這個部分 產品的部分是變化最多的了 那產品的部分有各種 因為廠商為了 為了做或許更吸引人的 這個更大的商機 它就會有各種不同的包裝 它把各種這個排列組合 把能力加強 所以產品上面的Switch跟Router 可能跟我們現在談的 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我們的PortoLail來分的話 那Switch是在2ndLail 從PhysicalLail往上算 第二層 它做第二層的 所以在網路中間 這個理論上它是 它可以得到你的資料 但它看到的是Link有關的訊息 其他的Lail 都會包裝起來 那Router呢 是包裝到第三層 Lail3 就是包裝到NetworkLail 那這個兩端呢 就是7Lail都有 所以當我們要把一個 訊息傳遞出去的時候呢 那中間 我們都有那麼多的Protocol 那麼多Lail 每一個Lail 它的溝通的Protocol 所以SourceLail 這個在Source上面的 ApplicationLail的 這個Protocol 跟Destination的 ApplicationLail的Protocol 它們兩個人會了解 在講什麼 我一個Web的HTTP 你這邊是Web的HTTP 我這邊送一個Message 送出去 你那邊Destination的那個 那個 HTTP呢 你就了解 你送的HTTP的Message是什麼 我收到的話 我了解你 你送的HTTP 那你在Response回來的時候呢 那我這個Source 我也了解 你那邊回應的Message是什麼 所以 所以開發 當然我真正的一個使用者 我只要看懂Mail是什麼 對不對 我只要看懂網頁 呈現的是什麼就可以了 可是呢 當我們了解 網路的ProtocolLail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要 必須了解 那個Message代表什麼意思 那個HTTP的Message 格式是什麼 那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所以這個 這叫做一個Message 那在談這些 下面這些 各個層次之前呢 我們看看 每一個Protocol呢 它都有它自己 傳輸的一個Data 所以Data的 那麼格式都不太一樣 所以中間呢 每一個Protocol裡面 傳輸的Data 我們叫做PDU 這個Protocol Data Unit 我有修過網路課程的人 不知道被我考過多少次的 就Protocol Data Unit 就每一個層次 傳輸 傳輸的這個基本的這個單位 就叫做Protocol Data Unit 在Application layer 它的Protocol Data Unit 我們叫做Message 在Transport layer的那個 傳輸的基本的單位呢 我們叫做一個Segment 在Network layer呢 傳輸的基本單位呢 我們叫做Data Grant 在Link layer 傳輸的基本單位 我們叫做Friend 所以 你傳的是一個HTP的Message 你傳做的是一個E-mail的Message 你傳的是一個FTP的Message 那你在Transport layer 傳TCP跟UDP的時候呢 你傳一個TCP的Segment 傳一個UDP的Segment 那在Network layer呢 你傳的是一個IP的Datagram 那如果你在Ethernet Link layer呢 你傳的是一個 或Wi-Fi呢 你傳的是一個Ether 802.11的Friend 那這些東西呢 都是它傳輸的一個基本單位 我們叫一個PDU Protocol Data Unit 概念都是一樣 所以在這個Lail裡面 我能夠了解的 那個資料格式 我傳給你 我傳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網路上的設備或Identity 它能夠了解的 在它那個程式所能夠了解的 這個 基本的資料格式的那個單位 所以每一個Link layer 它都能夠了解這個Link的Friend 那每一個 到了這個Network Suite 或者是這個Router的時候呢 到Router的時候 Router就可以看 懂的IPDataGrid 所以 所以這個是 就是每一個Lail 它們互相之間 能夠溝通的這個 用的Protocol Data Unit 觀念一樣 但是 名詞不一樣 那這個也是 造成網路比較 麻煩的一個 來源之一啦 其實在很多Lail裡面 他們要做的事情呢 都是一樣 那在最原始的網路 沒有分成那麼多Lail的時候 要做的事情也是這些事情 可是現在分成那麼多Lail 那要做的事情呢 還是這些事情 只是變更複雜了 可是 中間的原來的 傳輸的那個Data呢 在不同Lail裡面 有不同的一個名字 不同的 格式不同 就名字不一樣 我們再來一次 ApplicationLail叫Message TransportLail叫Second NetworkLail叫Datagram LinkLail叫Friend 那 了解這個以後呢 那我們是要怎麼樣的 從Source傳到Destination呢 從Source裡面 我一個 E-mail 或者是一個 EHEP的Request 從瀏覽器上面 打下一個 打下一個 網址 那 一個網址的話 那 你自己這台機器上面的 TransportLail 作業系統的 NetworkLail跟 TransportLail 大部分都是由作業系統所實做的 那作業系統裡面的 TCP呢 的這個 software 它就會把你剛剛的 HEP的Message呢 加上一個頭 變成一個TCP的Segment 變成一個Segment 然後呢 再往下 到IP層次 那 IP層次呢 再幫你加上一個頭 當然有時候不只加頭 還加一個尾 變成一個IP的Datagram 然後呢 經過你的網路卡 無線網路卡 然後變成一個 Ethernet的Frame 所以你的那個原來的那個網址的那個Message呢 被包裝了好幾層 在裡面了 一直要到最後 它到達 到達 那個目的地的時候 才由那個目的地的 網路卡 把它拆掉一層 然後作業系統的Network的 IP的層次 把它再拆掉一層 TTP的層次 再拆掉一層 送到那個Web伺服器 那個Web伺服器 才看到 喔原來你是 你是要 要抓取我的這個網頁 好不好 要做什麼事情 它才看到 所以 所以在你自己這一台的這個 呃 這一台PC 或者你的這個手機上面 或者你的這個電腦上面 它幫你做了很多的這個 包裝的這個功能 這個動作 那送到 送到這個 這個 Switch 假設我們現在 都連到一個Switch 我們今天教室裡面 Switch的時候呢 那它會看 你要送到去的這個 server 或者你要連 你要送到的 的這個 destination 或者你要送到這個 當然這個裡面其實有些複雜的運作 我們現在不管 如果是在 就是在 你的server就擺在我們今天教室裡面的話呢 它就不送到router上面去了 它就直接送到 這一台server上面去 如果 如果你的server就在 就是local的 你就是 你就是送到 輔大之公的server 那 直接它就 它就不送出去 那這個 從這邊link就直接到這裡了 但如果你要 譬如說你要到 到校外去 那你要經過一個router 那router的話呢 那router可能要經過其他的router了 那 那這就省略了 那 所以link它就把它送到這個 送到這個router 那router它再看看那個網址 那網址是在 是在 是在我們這一台 同樣是在 是在我們這網路裡面的話呢 那 那那那那那 那它可能就送到同樣這個網路裡面的 那個 IP address在同樣一個網路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它就要再送 送到外面其他的router 一直 導到這台機器 然後 這個hold著 然後再 上去 所以 所以這種incassulation 這個incassulation的觀念呢 是很重要的 好 是在網路裡面 分成layer以後 一層一層的 那每一個layer裡面 當然它很多事情要做 那這個 ok 好 那我想我們delay跟protocol 然後我就談到這邊了 那接下來的是這個 application layer 那hdp的 主要是hdp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去談 application layer的那個hdp的那個部分 ok 我們就在這邊 稍微停頓一下 在delay跟protocol 這兩個很重要的觀念 這兩個很重要的觀念